为进一步提升部队实战能力夯实事关人才队伍 近日 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在岳阳举办了一期 警务实战技能及预提事关培训班 此次培训为期14天 来自长沙边防检察站 岳阳边防检察站 张家界边防检察站等四个单位的训练骨干参加培训 警察 不许动 双手报头 警察 我要捡运 警察 夸方 报警 在岳阳边防检察站 教练员渠州正在带领官兵开展徒手防卫与控制科目的训练 他向记者介绍 徒手防卫与控制主要用于执行任务时 在不便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情况下 使用徒手制止暴力侵害 保护自身安全 抓捕犯罪嫌疑人所采用的技术 是警务实战技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主要是在一些比如说人员密集 或者是在一些口岸 包括执行现场 包括在这个辖区 或者是在营区门口 出现这种非极端暴力的这种自权嫌疑人 这个技能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降低 民警的执行政法过程中的一个伤亡率 那么第二个的话也主要是为了一个文明治法 保全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安全 此次培训按照实战 实用 实效的原则展开 来自公安特警 武警内卫部队 武术学校等单位的专家 围绕着警械使用 武器使用 与实战射击 战术组训 实战搏击等六个科目进行了辅导授课 通过这个培训呢 主要一个就是提升 我们警务实战教官的教学水平 提升预提士官和班长骨干的组织指挥能力 达到一点待面 推动全总队 警务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提升 进一步维护口岸出入境的次序 维护国门的安全 据了解 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 主要担负着长沙 张家界 岳阳等三个 对外开放口岸的出入境边防检查 打击走私 偷渡 严防爆恐分子 从口岸潜入前出等任务 长期以来 为维护国家的安全 利益和荣誉 以及我省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各口岸当前所面临的刑事上级组织 我们参加了此次警务实战技能培训 经过这次培训呢 大大提高了我们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然后为以后有力保障各口岸安全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